今天我们用黑糯米来做美食 我们先准备500克的黑糯米将它倒进大碗里面 加入清水 将糯米淘洗干净 然后控水再加入清水 将它浸泡最少12个小时 泡好之后糯米已经变得有一点点脏发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倒进电饭包里面 加入清水 水量的话比平时煮饭稍微少一点 煮大概40分钟左右 摔锅开水 将所有要用到的器具全部用开水烫几分钟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千万不要省掉 煮好的黑糯米饭打开看一下 非常非常的香 用手捏起来非常的软糯 磕磕松散 然后用勺子将米饭给打散 稍微放凉一下 然后准备一小碗凉开水 加入4颗的酒区 用筷子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然后倒进米饭里面 米饭一定要量到30度左右 将它搅拌混合均匀 再将它放进刚才效过毒的容器里面 用铲子将它压紧实压平整 用筷子在中间挖一个小洞 表面再撒上一点酒区 盖上保鲜膜 放在温暖一点的地方 大概需要2-3天左右 这样我们的雪糯米酒就做好了 看一下 纯香美味 而且颜值非常的高 粉红色的米酒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雪糯米酒一定要多浸泡一下 喜欢的朋友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关注一下 我是阿鱼拜拜